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竹的空军二连队为了准备国庆的压轴任务 光是在基地练习就没有停过 国家生日是大事 五架战机编队一点乱子都不能出 所以五架大宴队型要七架战机升空 有状况预备机就要补上 从来没有空军二代战机 从总府的背面往台北101方向飞过 对幻象驾驶员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飞机带也是有很大的速度在做编队 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细腻的 所有有赖就是人员对飞机的性能 和他飞机的细腻度的操作 能够让飞机制探能够非常的稳定 在编队过程中的话 我们的横尖隔的距离是一公尺 就是所谓三尺的距离 从新竹基地起飞之后 幻象国庆小组就会从领口台地 进入台北 通过新庄棒球场 往台北方向对阵总统府 从空中的画面来看 当幻象一通过总统府 台北101就已经在眼前 所以他们飞过警服门后 就要立刻拉高转向 但国庆开场的慢速机队 飞行难度其实也很高 慢速机队的空中分裂式 空军的行政专机队 由福克50和B7机打头阵 第二梯子则是去年底成军的 P3C反潜机 第三个梯队则是机身最大的 C13栋运输机 我的编队群来讲的话 最近的只有不到500尺的间隔距离 相对来讲的话 操作的压力会相对大 尤其是在市区的话 气流又会相当于一个 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我们的心理压力来讲的话 是真的确实会蛮大的 几乎不非特技的空军慢速机 这次成为国庆的畜牧表演 为了这短短的一分钟 他们可是要准备到极致 毕竟要拼准时 拼完美队形 任何细节都不能有错